我问你一个梦境,前几天我有梦到大宝法王,我去台湾的法会做医工,然后就在一间小房间看师父看图层,帮一位老妈妈看图层, 然后我就在那边拍手,因为师父整个人太准了,然后我就在那边拍手,师父就看了我一眼,然后就有一个东方台的师兄,就让我医密问全学问答这些东西,我有医密过去了,但是还没回复我,然后我就过后,梦到林过后应该是师父加持了,就带我去大宝法王的梦境, 在梦中,那个大宝法王,他好像,我也是出家人,我穿着白色的身衣,然后大宝法王坐在我旁边,带我去大宝法王的家乡,认识他的父母亲,然后我跟大宝法王,我就一路面对心经,我的手掌就会发光发热,然后大宝法王就牵着我的右手,我的左手和掌,放在胸脚,我们就一路走去, 我知道还我们叫去一间庙 听得懂吗? 听得懂吗?什么意思?听得懂吗? 呃,就是可能要修行吧 要修行吧?师父带你看到了你的前世 哦,对对对 对对对了 听得懂吗?海长带你看到了,用靶声带你看到了你的前世 你修得很好的,能够跟大宝法王牵着手,一起到寺院里去,你听得懂吗? 就是他送我到,就是,我知道肯定是师父家持,因为我每次梦到师父法身过后哦,我就会在梦到,呃,师父法身在把我送去,我去过一间海上的地藏庙,嗯 然后还有一次,然后这一次是去上面西藏庙 嗯,所以我就跟你讲了,所以我就跟你说了,很多人跟现在跟台长学佛的人,全是都是有修的 对,我相信,嗯 对对对,因为我觉得师父的法身绝对不是一般般,因为我曾见过您八九十岁的那个老法身,就是很老的法身,不是现在的法身 嗯,他法功力真的是,他可以带我去到很多很多地方,他可以带我去天下,我生病的时候我进医院,我吃药,吃不好,然后我那个病医生也查不出来,到底是什么病 然后我就在医院住了两天,呃,我就一直求关心菩萨让我快点康复,让我出院,因为那时我求,我跟关心菩萨求,让我早日完成成员而来的使命,因为师父有讲过,我可能是成员而来的,但是我觉得我应该 你现在不是成员而来,你是穿越而来,你现在穿过去,哈哈哈,穿过去这个人生,不是成员,穿越,成员,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啊,我告诉你啊,师父经常带你,就是跟你前世缘分很深,而且经常教使你,而且经常让你看到前世,把你带到天上去,你既然能够看到财长前几世的很老的法身,听得懂吗 就是,就是,你就是等于跟财长过去一生中在修行的时候,肯定有一世啊,肯定在一起修行的,明白了吗 是一世,因为我看到你发生那个,传作那个,唐庄的世界河边,在山上的 哦,山上啊,那是那个了,那是上次他们查到的,我就不想讲了,我知道 嗯,在山上的,我看到很多次了 是什么一个,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大法师,我知道,唐朝的 对对对,很多,师父你法身有54个是吗 对啊 嗯,所以我已经梦见差不多有20多种,不一样衣服的,已经20多种,但是很多,哇,真的 48,48,没有54,54是54是,58位啦 修了54是了已经 嗯,但是有48个法身啊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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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差不多20,20多,我看到的 你有,你有看到20多个啦,很厉害 对对,20多个了 嗯,哎呀,你很厉害 对,很感恩师父 所以这个,这个就是你全是跟师父的缘分啊 嗯,很酸,我知道很酸,嗯,因为只有师父可以救我了 啊,好好努力啦 好好努力哦 嗯 最后我要 嗯,太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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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